其實當時黨我的提案我也是蠻不解的啦 因為事實上這個案子已經沸沸揚揚 已經這麼多的有7名的被告被深壓 那現在目前還有金流的問題 那有人承認行賄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議會我們其實提這個案 跨黨辦提案也是我有特別去跟跨黨辦議員說明一下 我們其實應該要逼金華爾城好好出來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有一個停工的這樣子一個提案 那當時他黨這個案子其實我真的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週刊的報導我們就尊重吧 那因為我的立場還是很明確 希望在這個禮拜三能讓這個案子能復委 然後進入這個委員會來實時的審查跟調查跟討論 然後讓大家來看接下來金華爾城要怎麼處理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要藉由媒體的力量 我們來公開呼籲 我認為說金華爾城在這個事件上 其實有很多爭議性的問題 那我們也認為說金華爾城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要主動的來跟市政府來討論 他是不是可以放棄那個容積獎勵20%的這個部分的樓地板 而來申請這個變更建造的一個申請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他應該主動來放棄 然後讓這個事情趕快來落幕 那最重要的是也不會讓他變成爛尾樓 現在不與施工勘驗才會變爛尾樓 目前現在金華爾城只有蓋到一層樓 那二樓的部分如果要灌漿的話就必須要申請施工勘驗 那市政府如果不同意施工勘驗 那等於也是停工的意思嘛 那所以其實這樣子才會成爛尾樓 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要公開呼籲 希望金華爾城來跟市政府來談 是不是就放棄掉這個容積獎勵20% 容積獎的20% 你應該拿到的不是840 你只能拿到728 也就是原來的560加上容積的30%就是728 所以呢你就來放棄這個20%的容積獎勵 你還是可以繼續申請這個所謂的這個繼續施工繼續蓋 我覺得大家的爭議性會針對這件事情 包括銀行現在要求他進行擔保 那所以呢還要增加這個擔保的金額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真的是金華爾城的部分 大家要共同一起來面對解決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金華爾城自己主動放棄容積獎勵20%的 這個容穎的樓地坊面積 然後呢繼續讓他去施工 然後重新申請建造的核定 因為現在建造核定是840 如果我們建造重新申請核定 他們還是可以繼續幹 所以呢我在這邊還是要公開呼籲金華爾城放下土刀吧 我覺得好好的把這事情圓滿的解決 其實大家都可以讓這個金華爾城未來還是可以繼續蓋 然後呢市政府也也就是近代司法的一個調查 我覺得有違法的事情就交給法院來做處理 那其他的我們就回歸到市政的部分 好好的來再將這件事情好好的做一個散後 因為議員你有提到說如果讓金華爾城繼續蓋的話 很難追討這個固法所的所以希望有空間協商 不過剛才請貴出他就有說 他說這不是你跟他的戰爭 他不是許曉晴的不要再糾纏他 因為他的主張已經很清楚 說如果起訴的話再來提供都還難及 我想我沒有糾纏他啦 我從頭到尾我只不過起一個案是他擋我的案 然後這個案又是跨黨派的議員的支持 這個是我們用一個外部的力量給給這個金華爾城的壓力 這個我這跟選舉跟所謂的 跟許曉欣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我覺得他扯太多了 我覺得他不要去扯這麼多 我對他沒有任何的意見 也沒有任何的想法 我們也尊重他的一個發言的態度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議員的提案應該彼此互相尊重 那彼此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 應該讓提案進入委員會來去做討論 實質的討論 那這個又是跨黨派的議員的一個提案 我希望他能尊重大家 而不要用技術性的一個杯葛 那我認為是 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最重要的目的跟動機 還是希望逼迫金華爾城 趕緊來跟市政府好好的來談判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達到三方都獲利 民眾不想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 如果要是今天好讓他蓋完了繳帶金 那你是不是也縱容其他的建商 或其他的業者比照同樣的方式 我只要行賄官員 行賄完了以後 只要不要被發現 我就可以拿到上百億的獲利 然後到時候若真非發現的話 那我就繳帶金就好啦 上百多億 然後繳的帶金 不過是那麼一點點的帶金 你覺得這樣子叫公平爭議嗎 所以我們不要用這個案子 開了先例 然後讓大家來尋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就亂搞就好 所以我還是堅持 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只蓋到一樓 一樓的情況之下 還不會成為爛尾樓 那我也會在委員會去要求 針對如果停工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所謂的公安威律的部分 我們會要求專家學者來一併來做評估 如果我覺得不公不義的部分 不應該要這樣子散罷甘休 不是說讓他蓋完啊 帶金就好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縱容大家 繼續去做違法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公開呼籲 沒有個人的問題 更沒有什麼選舉的問題 單純只有一個金華城的案子 如何讓三方 民間政府還有金華城 大概三方都可以達到一個平衡點 把這個事情解決 我覺得是我們市議會 身為民代必須要處理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公開呼籲金華城 放下這個20%的榮獎 然後呢 來跟台北市政府來申請建造 重新再申請核定 然後呢 好好的把它蓋完 不過那個剛才秦惠君 他是有提到說 其實包含就是蔣萬 以及說李四川副主長都有提到說 在金華城其實是越蓋他們所知越多 然後他是覺得說 您這邊有聽不懂 而且他剛才也提到說 其實在當地的里長那邊 也有跟他們就是提出澄清說 希望不要停工 我覺得不要拿民意來夾雜的 這個情緒勒索啦 坦白講啦 其實我們也 我也是選區的議員 難道我會想要得罪選民嗎 我講的是公平正義的事情 我們今天是幫市府來找一個解套的方式 我們講說如果他蓋完了以後 不是縱容大家去做違法事情嗎 其實這樣子的理由 也是有人在講啊 所以每個議員都有他的看法 但是我們最大的公約數就是 希望他能放棄容積獎勵20% 用不同的一個方式去表達我們的態度 我覺得應該要予以尊重 而不是把它扣上是跟選舉有關的帽子 我覺得這樣子的指控 我覺得太過分了